你好 我是Eric 基本上我已经报警了 是想要告诉大家 当那天我中沙漫那天 为什么我会放一个Facebook posting 就是因为我要要求我这样子的状况 我是没有用电话 不过警察讲我有用电话 然后开我一个沙漫 那时候我不懂要这样做 然后我就放一个Facebook posting 是要求帮忙我能够做什么 后来我收到的就是 有人讲我是 在Cosmo里面 就是post另外一个Facebook posting 讲到我跟我的太太是被沙漫 因为我太太坐在我隔壁 他是会中沙漫那一千块 那个posting 根本不是我post的 所以我是没有做这个posting 我是唯一做 就是那个一个posting 就是12点多的时候 只是要求帮忙 我中一个沙漫 我只是问警方证据 不过警方不能够给我 而证据叫我去上法庭 我是觉得我没有用电话 只是找人家帮忙 然后第二个就是 警方有讲到我是用电话 然后看到有roadblock的时候 快点pass我的电话给我的太太 所以这个我也是要否认 因为我本身没有用电话 我要的其实只是警方去 控刀去查这个案 因为我也没有那种概念要去捂捂警方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误会 可能那个警方看到我 我太太在用电话的时候 可能他看错 因为我太太是用右手 所以可能他看到我是用左手看电话 所以他误解了 可能看错了 他认为我用电话 所以我只是要一个证据来证明 就是要给我一个警牌 谢谢